璀璨煙火照亮夜空 台北大稻醇夏日節 首場煙火釋放破天荒在平日登場 5號晚上5萬多民眾湧入搶拍 毫不浪漫 但周邊交通大塞車 可就浪漫不起來 汽車全塞在5號水門前 甚至人車交錯險象還生 8點33分擅長後 周邊道路還塞到晚上10點 都沒排除 昨天是有想說 怎麼不多開一個門 下班的時間所以就會 昨天真的滿塞的 平日就是會影響到 這邊的上班族跟居民 要工作 要什麼 都不方便 禮拜六禮拜天OK 平日放煙火 民眾塞得很有感 怒哄哪個天才想到 平日晚上放煙火下班 還要道路管制 不過雙北市民要注意 因為官船局規劃 夏日季大稻成煙火秀 還有六場都是安排在星期三 也就是煙火塞車噩夢 暑假恐怕周周上演 很落名 因為大家都是要上班的人 上下班 然後因為是星期三的關係 還是下班時段 所以就變得很塞 我們平日 一估大概就不會超過兩萬 昨天湧進了 平日他們在統計五萬多 我覺得本來平日 是有增加人潮 你假日的話 原本這邊本來就多人了 商家笑呵呵 但附近民眾卻是心驚驚 而守場煙火施放 也被質疑動線不良 流動廁所不足 垃圾無處丟的窘境 交通的管制 失散的時候 確實是有必要檢討的 我們把時間延後 跟場次變多 就是希望 就讓大家分流 原本市府想要透過 拉長活動天數 舒緩交通打劫狀況 但卻因為配套措施 和宣導不足 讓原先美意變成 敏怨四起 三十黃燕姐